今天是9月21日 就是十一年前的九日一大地檔 到今天剛好完十一千年了 再來有學者在研究發明 那時候的地檔有作成地面上 海料有很嚴重 這個能量有影響到大氣 引起了太空的震動 證明說地球的地檔 有什麼引起一種叫銅鎮效應 這個研究現在已經勘定 國際上的大十四樓 在這年前的九日一大地檔 全台都可以感受到共大震動 現在國內有研究發明 那時候這段規模達到1.3的地檔 那造成地面嚴重的油震動 近大震撲警察團散到太空 證明地檔也會引起太空中的動靜效應 這項研究警察鑑定在國際地球不利 一直在研究 強大的所謂的挫動和震撼 它也拍擊了地表面附近這個空氣的震動 那這震動就像一個像核爆一樣 產生一種震撲 這震撲就從大氣地表變上一直往上傳 這就是利用GPS接收器 和太空的位置做搭配 經過太空中跳動時的發生時間和空間的位置 去找找引起太空震動的源頭 在這地檔代表普通團到太空時 力量會比方大到萬倍以上 只是團三的時間就是這麼大 如果是以機械的方式大概是10來分鐘 如果以電的方式 那就是在一秒之內 所以百萬分之一秒就到了 地球上的地檔和太空共同研究 可以提早補點清到一點清 已經在一些地方會有海嘯發生 在對未來地檔已經共鳴 和收聽地檔發生空間 確定相關研究有幫助 記者綜合報導